花蓮市公所去年争取到花东地区基金 办理了恋恋风华在线花蓮市金华桥友善计划 获得一千万元补助 而这个工程完成了 市长温佳贤也特别到现场勘查 对于金华桥在线风华他觉得还满意 他也表示说这次整修重点是在于桥梁景观和安全性 希望可以提供花蓮市民一个安全又有故事性的金华桥 横跨于美轮溪上的金华桥是花蓮市重要观光地标之一 由于年久失修 桥梁有多处刚够出现锈石及护栏回损情形 花蓮市公所去年提出了 烈烈风华在线花蓮市金华桥友善计划 争取到花东基基一千万元来补助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有一些安全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锈石的问题 那我们逐一的都把它做相关的改善 也把地平过去磨损比较严重的部分来做修缮 那整个景色也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原本有做相关的一个七彩的一个设计 但是因为这是湖符的栖息地 我们也为了保护我们稀有的动物 也把这些东西工相把它拿掉 那我们希望这个完工之后 也可以重新让更多喜欢花蓮金华桥 还有我们美能西的一个风光的朋友们来这边住主跟拍照 那未来希望更多的观光的朋友来到花蓮 也可以在这边一览花蓮的美景 金华桥修缮工程以桥梁及步道安全 水岸环境景观 夜间照明营造 串联观光光修气景点等四大改善为主要目标 内容包括了桥梁结构及钢索检测 钢构除锈上漆 钢件更换 栏杆更新 伸缩缝改善 地平更新 指标系统建制等等 而当地又属于台湾湖湖的栖息地 为了避免影响生态 也取消了原本规划的夜间光雕设计照明 而市长魏嘉贤日前特别到场勘查 对于金华桥在线昏华相当满意 他表示 这一次整修重点是在桥梁的景观和安全性 希望可以提供民众一个安全又有故事性的金华桥 介续绘画案室报导